大家好,今天介绍的电影是烟灭 电影一开始就是在美丽的一个公园 美国国家黑水公园 在大约三年前起 这里的一座美丽的灯塔 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物体包围起来了 科学家们叫这种物体为闪光 因为闪光的存在 这里被隔离起来 这里的人也变成了一种生态隔离区 居民们也流离失所 这里被称为插地区 闪光的形态就是一种类似于薄膜一样的物体 闪耀着彩虹的光芒 凡是去检查的人员都没有生还的 这块区域在不断地扩大 只有机密人员才知道 而本篇的女主穿着球服 在一个审讯室接收着审问 有三个穿着防化服的男人 在小心地询问着 仿佛很害怕这个女人 他们在问为什么琳娜待了两周的补给 但是活了四周 他们怀疑她吃了自己的同伴 琳娜始终是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 什么都忘了 不知道 审问者不耐烦 就问琳娜还能知道什么 琳娜真的想不起来了 只知道摇头 画面跳转到一个轻松的场地 大学里琳娜还是一个老师 她在给同学们上着课 讲着细胞 十分的认真 然后下课后 有人叫住了琳娜 这位同事想要约琳娜去派对 但是琳娜还有工作 于是拒绝了 她还在劝说着琳娜 不要沉浸在失去 以前的亲人的悲伤中 但是琳娜不听 回到琳娜自己的家 她开始想念自己的丈夫 她已经死了 但是忽然 自己的丈夫又回来了 变得像是一个机器人 琳娜以为自己的丈夫的消失 只是一个任务 但是琳娜问了很多问题 丈夫凯恩的回答 都是不知道麻木了 这样琳娜还是烦躁 并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凯恩的态度很冷漠 但是状态也不对 因为喝了水的杯子上 有血迹 于是琳娜开始暗中调查 这件事情 找医生为凯恩看病 在调查的中间 凯恩的身体越来越差 而检查的结果就是 她受到了某种强烈的辐射 而此时的琳娜知道了一些风声 自己的丈夫 原来就是去了X地区进行任务 查看最终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 开头的时候琳娜接受审问 这个时候都是琳娜的一些回忆 她进入闪光的回忆 进入闪光之后 那里的场景很美 像是一个绿色的森林 但是对于琳娜来说 这都不是重要的 此时的画面回到琳娜的审讯室 琳娜在回忆着什么 但是距离灯塔越来越近 植物的变异更明显 和琳娜一同去的三位朋友 也记录下了一切 确实存在着变异的存在 他们看到了凯恩 这是录像里的凯恩 她在拿刀伤害着什么东西 四位美女很是害怕 他们知道上一个小队就是疯了 而具体的原因就在灯塔里 凯恩解剖的人的身体里 有其他的物种 四个人争执不下 还是来到了那面变异的墙那里 找寻着什么痕迹 但是发现这里的变化 越来越严重了 而画面再次跳跃 又是琳娜和凯恩的回忆 凯恩和琳娜说着要走的事情 这是在凯恩出去执行任务之前 而这个探索 四人小队却受到了攻击 失去了一位成员 琳娜在隐瞒着什么 在商量对策的时候 琳娜的对策就是继续走 因为回去就是一个死 这个时候他们继续前行 发现了死去的同伴 大家都欢乐 这里一定有其他的生物 而事实的情况就是 在闪光的里面 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的样子 这让四人小队开始明白 这就是变异和以前凯恩小队疯了的原因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晚上他们又被攻击 另一个朋友安娜死亡 剩下的两人不得不回到了增塔附近 在这里 他们的身体开始变异 长出了植物 原来在这里死去的人 会变成一株植物 而他们的朋友已经成了植物 又到审讯 琳娜还在被审问 就是这样 朋友们都死了 她还活着 然后回到了灯塔的记忆 为了去灯塔 琳娜用尽一切方法勇气 到达灯塔 琳娜进去了 里面只有一具尸体 还有一个黑洞 还有记录仪 这就是凯恩之前的最后记录 她在说着自己的变异 身体像液体一样 原来这就是复制人 而琳娜的朋友已经在里面了 进入之后 一切开始分裂爆炸 新的琳娜出来了 这既是新的外星生物 而最后就是 已经是外星生物的凯恩 还有琳娜 面无表情的相拥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